靜在玉空 我叫他這張圖對不對 完全沒有寫任何字 我要你自己看 他是向上還是向下 這有缺口 有缺口 壓回 他是買點還是空點 你如果把這裡看成一個頭部去換空 今天賠一百多點喔 沒有賠點了百多點 這事情最重要喔 你可能要補錢了 這操作台子 那個股呢 昨天跟大家談到的 PA族群 像洪捷克 像全新 今天有沒有往上走 還有我一直談到瑞玉 今天創新高喔 今天去15塊半 我說他會創新高 今天是不是又印證了 不管指數或個股 都一樣嘛 那因為你要看得懂法人籌碼 不管是股票或台子 都是外資在操控嘛 你手頭沒有股票的人要怎麼 我說還來得及嘛 因為明天以後呢 他還是整理啊 他不是今天漲就開始一直一路漲呢 他還是整理嘛 那你換空了怎麼辦 我說股票啊 除息行情開始了嘛 從台積電 一路走對不對 到洪捷克填習 到創意填習 台積電 昨天在貼習的時候 我昨天還特別提醒 台積電貼習喔 他隨便一掌 你台子放空的 都要倒大煤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喔 來到這裡了嘛 那接下來呢 明天台子怎麼看 我們下一段 再跟大家做說明喔 我們先看一下呢 大盤這個部分 今天漲得怎麼樣 不會啦 還是會整理嘛 不是馬上衝上去嘛 那整理以後呢 你還有最後上車的機會嘛 那你要去注意啊 你要抓住方向 你如果做股票呢 那個股票要知道 這裡是多頭 這裡是多頭 講兩遍囉 這裡是最後上車的機會 但是你要買對主流 你才會賺錢 我昨天講到台積電 昨天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 我說你如果要蓋上去 這大盤就蓋上去嘛 那你做台子放空的 你真的要小心啊 結果講了 一天就上去了嘛 今天蓋6塊啊 那今天外資呢 你看台積電就知道嘛 今天外資大買144億 今天三大法人全部買啊 全部買嘛 所以是多頭沒有問題 但是不會 不會馬上連續大漲 他還是盤局 因為上面的壓力 還是很大嘛 重要也是股票嘛 昨天宏傑又填襲 擱空 今天又繼續漲 再繼續擱空 兩三千張 放空 昨天除息馬上放 馬上又擱 昨天兩千多張放空嘛 因為昨天除息填襲嘛 那今天呢 這兩千多張 是不是馬上又被擱了 那瑞宇呢 今天去15塊盤 創新高啊 我講多久了 從這個轉折 一路往上走 我一路講 一路講 他會創新高 他會創新高 尤其這裡亮縮的時候 你要趁拉回買 拉回買 結果有賺到錢 這對百九 去到今天抓二三九嘛 你說賺多少 那是不是會員手中真的有 二三七九嘛 跳空大能續報 這是當股會員的 當股會員的 手中就只有這一檔股票 就只有這一檔股票 就只有這一檔股票 我的當股會員 跟別二老師不一樣 我只有一檔 別二老師有可能好幾組 每一組一檔 但是我只有一組 單組會員 只有一檔 對這一檔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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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直擔心害怕 我說專注在選股 這裡亮縮 這裡是很好的買點 這裡押回 這裡資深也是很好的買點 這五月底 大盤的轉折 這六月出 六月車 六月中 前一天拉回來還在講 你前天去買你家嘛 十幾塊 一二十塊 今天是不是創新高 我告訴我首先講 該賺的都沒賺到 我們再看看洪捷科 這個企業會怕人 這個地方好像頭部對不對 這裡買是主力買的 但是這個地方如果你把它看成頭部 那你就換工就被尬了嘛 這裡是一個買點 往上漲 昨天除息 當天填息繼續漲 結果呢 這半空的布 就空 然後怎麼樣 又被尬嘛 我講說下半年的主流在哪裡 在5G族群對不對 不管是我們NCC或大陸 都開放執照了嘛 尤其大陸開始啦 那這些族群這些設備 它一定有成長空間嘛 PA族群有這三檔 散熱模組 這些5G啦 瑞翼在這裡 瑞瑞 你說我講多久 那該轉有沒有這個 這尬得很兇啊 跟台子一樣嘛 那為什麼台子跟這些個股 會長這麼多 因為很多人去換空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光是昨天 光是昨天洪捷科 就有將近3000張去換空 昨天除息第一天 他馬上填息你馬上換空 馬上尬空對不對 該賺的都沒賺 不該賠了一直賠 你看說多久 那最近該怎麼做 還是一樣嘛 這昨天對不對 今天亮針了嘛 今天是往上走 但往上走還是會整理嘛 但是這裡呢 交叉點在這裡啦 在下禮拜 黃金交叉出現了嘛 今天是不是起起了 所以拉回這裡是不是都是買點 那你要抓到主流股啊 你才賺得到錢嘛 你看一看你手中的股票 這樣這樣起起來有起到嗎 瑞毅創新高了嘛 所以我說你要專注的去選股 你才有機會對不對 那你像創意 創意呢 他不只填息 他股價也漲啊 他今天小幅度的拉回 那類似這一類的股票呢 我都會建議 你像之前 你像瑞毅這幾天拉回 我是不是有講 今天在這裡嘛 那你不加入會也沒關係啊 你可以自己買嘛 好的股票拉回買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上班族 你沒有時間 或者你希望待進待出 那我希望你跟著我做 趁著我現在這個優惠呢 即將結束喔 你不要每次優惠結束了以後 你看到大盤真的漲了 我的股票真的漲了 然後你再來要優惠 這有時候我很為難 因為這個時候呢 是特別跟公司爭取的 把握機會 那不只是個股啊 台子也是一樣嘛 操作不順利的 把電話報通 休息一下 1-好想 2-有目 3-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打投顧 吳老師 年終感恩大回饋 今天入會 全面旗指加股票大優惠 全面旗指加股票大優惠 僅此一檔盡情把握 只剩一天 請您速下 02-2781-0909 2781-0909 運打投顧 好可憐在家啦 舉起身裝 運打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打投顧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212號那位先生 這位人力資源訪查員 你要拜訪嗎 我有時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訪問嗎 先生 政府每月22日 要照辦人力資源訪查 是有原因的 為了解多少人就業失業 才有實戰的依據啊 他到底是做什麼的 受訪資料我們都絕對保密 歡迎來到現場 那這一段呢 跟大家談台子期 那目前要怎麼看 那這裡相當的關鍵 因為今天起一百多點 還會不會繼續漲 那往上哪裡有壓力 那我剛剛大盤有講 往上就有壓力嘛 這是張 我說不要把這裡看成頭部 它只是一個修正坡 在內 在壓回這裡缺口支撐 我要告訴你台積電 這昨天喔 雖然是會去嘛 今天是會去六塊 大盤先去百多點 台積電一漲的話呢 你台子放空了就很危險 馬上印證啊 今天大盤呢 去一百十七點 你知道如果看節目 今天一開盤這裡還來得及 放空了回補 你少賠了這一段嘛 這一段為什麼一路嘎嘎不停 他為什麼十點這裡 拉到高點了 百多點嘛 一直撐在這裡 因為他要這裡放空的 怎麼樣 逼米回補嘛 你如果沒補 你就要補錢嘛 一百點 兩萬塊 一口兩萬嘛 十口就二十萬 你如果看做不對 你多少錢之後 那今天呢 我認為這裡會有壓力 為什麼我這樣講 大家記不記得呢 我們回到這一張 之前一天講的還沒漲 今天起床了 我說他的天花板在哪裡 八零零這裡 那現貨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大盤 今天起床了 這裡是八零零 他說留上影線 稍微壓回了 那代表這個地方 八零零到九零零 這上面就有壓力嘛 但是這裡有支撐嘛 這裡是缺口支撐 你如果都看不到 誰在五百做 你多少錢 你沒底料 這樣就一百十七點嘛 這裡要偏多 這裡要偏空 這裡偏多 往上這裡又是偏空 來回做嘛 操作期貨一定要很靈活 有 不是一路做多 也不是一路做空 你要抓住轉折點 你要看得懂缺口 你要了解法人的佈局 選擇前怎麼看 沒有那麼簡單 台詞很複雜 我只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告訴你 他的天花板 他的地板 還有看他的型態 看他的籌碼 看他多空線的方向 那目前來講呢 今天去一百十七點 接下來呢 這裡呢 偏空操作呢 勝算 會比較高 那今天大漲呢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 今天是摩台紙結算 這個也是加工嘛 我今天買多少 買一百四十四億啊 買全資股嘛 很多細節你都要去注意 不是隨便輕易的就能賺到一百多點 你一不小心就賠一百多點嘛 今天很簡單嘛 這裡往上走多少量 我們看這一張 我們看這一張 這是逼你卡空嘛 逼你在這裡回補嘛 當你回補完了以後 他可能又要 方向又要稍微改變了嘛 那操作指數呢 最重要是什麼 第一個看籌碼 然後看技術面的型態 然後另外呢 你要去注意轉折跟缺口 對不對 這裡是八十七點嘛 這裡多少 這六月十八十九啊 這當時 這六月台紙結算 大家記不記得 結算最後一天 加多少 加兩百多點啊 多少人把這裡 看這一個頭部 兩百幾點 今天一百十七點 還剩下的 加兩百幾點 那我最主要是要跟你講 台紙 沒有那麼簡單 那我盡量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讓你看得懂 那其實呢 包括今天 摩台紙結算 包括昨天 大盤是不是聯繫一樣 說三天了 而且他在缺口的支撐 你把這裡看成頭部 這一賠就一百多點嘛 就跟這裡一樣 這六月十八 我們來看 這一上去兩百點啦 更加最中 那你這個缺口賠了錢 這裡又賠了錢 該賺了也沒賺 你老是多分不清楚方向 那明天呢 其實我都講得很明喔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剛剛再講一遍 現貨10800這裡呢 開始壓力出現了 摩台結算完了 明天這個地方 我認為 黃高你要偏空操作 這一段 小小一段 117點 這段多少 這段250點 這段也250點 你要注意他的缺口 注意他的轉折 注意他的壓力區 如果你台紙期 操作不順利了 我相信 很多人台紙期 在最近 操作非常不順利 在六月台紙 轉折沒抓到 缺口也沒抓到對不對 包括昨天 今天外資 為什麼強力擱空 因為太多賞戶 我看了很多指標 他是偏空操作的 所以今天強力擱空 100多點 那摩台紙結算以後 10800又碰到壓力 那明天呢 明天應該反過來 大漲117點了 明天應該反過來 你要偏空操作 我們講 再看一遍 轉折點 缺口 這叫型態 型態抓住了 缺口抓住了 轉折抓住了 法人籌碼抓住了 然後你怎麼樣 你的勝率 就會比較高 沒有100%的贏家 但是可以穩定的贏家 你要用對方法對戀 你要看得懂 這麼複雜的布局 那如果你今天被擱空 賠了100多點 沒有賺到 我希望你把握機會 100多點 你那些輸的錢 可以跟著我操作 好幾個月 把握機會 不管是台紙或個股 最後一天 我兩個月沒有促銷 我兩個月沒有促銷了 因為有行情 才會促銷嘛 那促銷過了以後 不要再打電話來 拜託我 你要趁這個機會 我帶你布局 不管是台紙或個股 休息一下 避震了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戰網 運達投顧吳老師 年終感恩大回饋 今天入會 全面旗指加股票大優惠 全面旗指加股票大優惠 僅此一檔盡情把握 只剩一天 請速洽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好可弄得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過電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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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昨天 這今天上去了 我們簡單的再往前推 這六月十八 結算前 我說會漲 結算漲200多點 這六月十九 一樣都是專注個股 這六月二十 這拜日 我說外資連續買超 這拜日拉回第二天亮說 這拜殺第三天亮說 這新台幣 資金流向 轉進台灣對不對 所以外資買超 不要因為道琼 創性高小福拉回你就緊張 今天是不是一樣照樣往上走 那現階段 一樣專注在個股對不對 現在 我昨天跟大家談到的 PA族群的 洪捷科 我們之前跟大家談到立基 立基對五十五五去九十 原相對九十 漲到一百三我們出了 百合大漲了三成 三二模組創性高再整理 瑞宜今天往上走 創性高今天去十五塊半 那PA族群的我們來看一看洪捷科 昨天除夕 當天前夕 可是這一天昨天 有大概兩千八百張換工 全部又高到了 那今天龍捲呢 或許又繼續增加 那他有可能怎麼樣 有可能會繼續漲 因為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5G的主流股 昨天全新往上走 文貌跌 今天這兩黨都往上走 瑞宜今天去十五塊半 他是創新高 我對這裡一路講 每次拉回都提醒你 好的股票拉回買 拉回買 我不建議你去往上追價 但是我都會提醒你 我希望看電視的每個人 都能夠賺錢 包括台紙我也講得很明 我希望你抓對方向 像今天大漲如果你沒賺到 至少你不要賠到 該做多你千萬不要去放空 你看到利基 對不對 那跟利基做同樣社評IC的宏觀 他是也上來了 這個叫輪掌 一支一支輪流氣 那你看5G的蓮花科 他有沒有跌 那如果他沒有跌 文貌也是往上走的 那這一些5G族群的股票 那你說呢 是不是一檔一檔往上走 我說專注在個股 但是你要選對股票 抓到主流你才賺得到錢 大盤今天漲了 可是他一樣會在這裡做震盪整理 那你要選對股票 那台紙琦你要抓到轉折 那如果你資金金額比較大的 你上禮拜上個月的 你找我去規劃 你有沒有賺到波段 把眼光晃遠嘛 除期選舉來了 專注撿便宜對不對 台紙琦呢 你要用對的方法 穩定的贏家 你要看得懂這些人在做什麼 把握機會只剩下一天 特別爭取的 我兩個月沒有出銷了 把握機會把電話撲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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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入會全面旗指加股票大優惠 全面旗指加股票大優惠 今次一檔盡情把握 只剩一天 請速洽專線022781090